位於復興南路一段135項的柳宮廊帶 是東區商圈核心 過去為上皮地區自然形成的大灣河道 後來重新規劃為停車場空間 現在透過改造除了改善步行環境 也新增灌木植被等 增設休憩座椅及街道家具 並設置三座水務圓環 整點會噴出水務降溫消暑 提供行人舒適的休憩空間與步行廣場 東區這一塊後面的廊帶 早已都是機車跟汽車停車格混雜區 所以對人型方面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們在東區沒落之後 在整體營造改善這方面 我們跟市府討論 總共把之後面改造成人型徒步區 就以人本為主 所以我們花了一年時間 把這邊打造成 部分是一半等於都徒步區 那我們這邊當時有取消100機車格 我們把它移到市民大道去 一樣讓騎機車一樣有機車 我們這邊也多了蠻多設施 包含一些異象的綠廊 有燈光器照射 然後第二就是我們有所謂的光環境 然後還有水霧 所以大家在週末假期來逛這邊的時候 會享受到非常涼意 也讓人家走進來非常方便 其實市集對東區來講 這兩年我們辦得非常成功 那我們接下來會把市集 導入到這個收穫後面這個廊帶 讓人潮能更聚集在這邊 為了推動東區觀光空間 及人本環境改善 以及配合東區發展振興計畫 重新討論東區街道 及擷取改造願景 新工處辦理設計及施工 改善原廣廠遐昌南興的行走動線 取消無法聚集人潮的停車場 並將南側道路抬升 置入多元無障礙活動空間 我們從去年8月開始動工 到今年的6月30號完工 所以今天也正式的向大家宣布 我們柳宮綠郎改造工程正式完成 要給市民朋友以及在地的民眾 一個更加友善安全休憩的空間 那當然這邊我想如果了解這一段歷史 原本它是我們上平地區 自然形成的一個大灣河道 那後來在1979年左右 隨著都市發展變成了郡路以及停車空間 那後來到第三階段80年代商圈慶祝 包括百貨業林立商圈這邊整個發展起來 反而讓這邊變成一個商業地區的附屬地帶 那這邊這麼多年下來慢慢遇到了許多的困難 包括原本在這邊人車交之影響到了行人安全 另外狹長彎曲的這種 並不是很友善的動線 造成我們行走並不方便 另外原本這裡的空間也很難聚集人潮 所以我們開始進行了規劃設計 那我們最主要有兩個核心的思考 第一打造以人為本的行人步行空間 第二我們要將東區的綠島做一個串接 也就是包括我們從柳宮公園一直到柳宮公園 我們做一個綠郎串接 所以兩個核心的思維我們進行相關的設計規劃 那當然在這段期間 為期從去年八月到今年六月底將近一年的時間 很快速的 我們將這邊的整個綠島做了一個非常完善的規劃 所以我們所在這邊從飛南路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共享廣場 接著有一個下沉式的綠地 接著會有一個所謂中央的生態綠洲 那在這邊會有一排這個樹木林地 所謂的林蔭綠島 那再來這邊會有多元的開放空間 可以有活動 市集等等 所以整體的規劃 我們不只是讓民眾來這邊 行走的動線更加的方便 寬敞 舒適 更重要 在這邊我們還有白天天氣很熱 會有水霧噴出 水霧步道 夜間 晚上的時候 甚至會有這種水波光的投影 我們就是讓過去 早期這種大灣河道的景象 能夠再次的呈現 所以很高興在整個施工過程 我們在地居民 商家 大家共同的支持以及配合 我們很快速的在一年 把這樣整個改造工程完成 我也要非常感謝 我們施工團隊 建造團隊等等 所有參與的夥伴 當然還有我們在地的韓里長 結合我們在地東區的商圈店家 大家共同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有今天講的具體成果 那我想另外也值得一提 我們在交通上面 也將道路的鋪面做了整壁 所以我們也規劃了 穿越復興南路的這個行川線 好 另外 我們也有全面的無障礙 友善的空間 種種這些細膩的地方 我們都有想到 所以也謝謝我們公務局 與新工處相關單位大家共同努力 能夠打造一個以人為本的固形空間 那未來我相信東區整個發展 在我們在地韓里長結合商圈共同努力 已經整個恢復了過去的榮景 未來這邊我們一路可以走到國父紀念館 松菸大巨蛋 所以跟副總講我們幫收購 從這邊串接到那邊的收購 我想最重要的市民朋友 未來在整體東區這邊 可以暢行無阻 能夠行走非常的愉快 道路整合連結柳公寸代狀骨幹 素集歷史及人文記憶 重現水體意象 反映地方的紋理 也活絡商圈連結店家 藉由活動空間多元化 滿足百貨林立城市需求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快樂